不會因為一次的握手 一次的這個就完全就被所謂統戰過去 不管各界反對凶狼不斷 國民黨副主席夏立妍 就是要帶隊前進中國 跟中國國台辦主任宋濤會面 時機點我上次說過 對很多人來講 永遠沒有適合的時機 其實越是危險的時候 越要去 我會見到宋濤新的台辦主任 至於其他的 我們一向的態度都是客水煮變 據了解 這次夏立妍9號晚間 將會見送套外 也不排除10號 建號稱習近平國師 也就是一國兩制 臺灣方案的設計師王滬寧 此行更搭乘中國國行 直飛北京遭批評朝共 謀求國民黨政治紅利 臺灣人民的心聲能夠表達出來 能夠得到一個比較好的正面的一個解決 我想這個絕對不是所謂朝共 民進黨不知道為人民解決問題 反而只會抹紅 是不是跟中共唱雙簧 來看看上個月底 國民黨立委陳玉珍 金門縣長陳腐海到廈門戳傷 中國立刻放行 金酒等63項產品解禁 這次夏立妍中國行 如果中國再釋放力多 可讓藍營帶回成績單打2024選戰 更是中國統戰洗白 先給棒子再為蘿蔔 拉攏臺灣人的手法 據了解朱立倫在事前 已經透過轉達希望中國 不要再有民主協商等字眼 更希望降低文攻武嚇 只是藍營不顧反對聲浪 堅持前往中國 引來的只有更多質疑跟不諒解 3D新聞各自鋼 陳愛好台北長老島